未来韩国海军能够成为东亚地区 不容小事离之海上力量 我相信无论是日本海上自卫队 还是日本海上保安厅 它都不敢轻举妄动 都不敢对相关的岛屿 包括周边的海域 采取这种冒进性的这种军事动作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我们海军은 이달 초 해경 공군과 함께 东해영토수호훈련을 실시했다고 밝혔습니다 东해영토수호훈련은 지난해부터 사용해온 독도방어훈련의 명칭을 바꿔 사용하는 용어입니다 사실 이 훈련은 일본 외무성이 5월 19일 외교청서에 독도가 일본 고유 영토이며 한국이 불법 첨가하고 있다는 억지 주장을 펼쳐 이에 따라 한국 정부가 행동으로 보여준 것이라고 많은 전문가들은 말합니다 참 웃기는 노릇입니다 일요일날 우리집 청소한다는데 옆집에서 그 집은 우리집이니 청소하려면 허락을 받고 하라 라는 식이니 이웃의 정신병자가 사는 것과 다름이 없는 것입니다 똥은 무서워서 피하는 것이 아니고 더러워서 피하는 것인데 사실 중국에서도 한일 독도 문제가 언급되면 상당한 관심으로 언론 보도를 합니다 이유는 중국도 일본과 조어도 문제로 분쟁이 있기 때문입니다 중국 언론은 여기서 한걸음 더 나아가 한일 양국의 군사력을 간단히 비교하기도 하고 현재 한국의 해군 상황 및 항모에 대한 소식도 함께 언급하고 있습니다 특히 영상 말미에 나오는 중국 군사 전문가 일본 해군에 대한 발언은 들어볼 가치가 있는 것 같습니다 영상 보시겠습니다 Korea 한국은 인도를 통해서 한국은 인도를 전할 수 있는 것입니다 한국은 인도를 전해 izes 세계 방위의 섬 특히 아이코 지역은 미국 땅에서 제일 많이 领先的 甚至在第一梯队里面 排列的这样一个地位 它先后为自己的海军 建造了东亚地区最大的 有128个发射阵位的 宙斯顿驱逐舰 同时也造出了 比较先进的 这种独岛号的两栖攻击舰 以此为技术依托 它在为世界其他国家 提供舰队补给舰 以及综合补给舰方面 也是斩获破分的 比如说英国海军 现在列装的这种 综合补给舰 特别是为它的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 量身定做的综合补给舰 就是来自于韩国 在综合造舰能力 高居榜首的情况之下 韩国海军当然是 不愿意自己的能力 留着他方 借此机会 也把自己打造成了 个远洋海军 这种远洋海军 其实由来已久 很早以前的韩国海军 在初始状态之下 也仅仅把自己的眼光 放在了半岛周边 所以说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可以看到 韩国海军大批量 是一种小的一种巡逻艇 比如说延平岛炮击事件 出现的那种类似的小的 巡逻艇 这是韩国海军 相当一段时间的骨干力量 但是韩国发现 它自己的对外出口的 60%的货物 对外进口的90%的原油 都是需要通过 马六甲海峡的 那么怎么样有效的掌控 远洋制海作战能力 是韩国海军 首当其冲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围绕一些岛屿争端 和日本在那不停的掐架 而日本海上自卫的 本身力量就非常强大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建设一支 有效的远洋海军 就成为韩国海军战略的首选 所以韩国海军 由此将自己的海军战略 调整为远近坚固 走向大洋 在远近坚固的 这场战略指导之下 韩国海军采取 步步稳扎 稳打的发展策略 一个方面 不停的打造 自己的远海作战能力 截至到目前为止 已经形成了 以失踪号导弹 驱逐舰为核心的 远海作战舰队 同时不断的 新型的这种综合补给舰 加入到远海作战舰队里面 使自己的远洋作战能力 在亚洲地区 也是不容小事的 另外一方面 不断的加强自己常规潜艇 特别是小的巡逻艇 那种建设步伐 可以有效的应对 周边一些局部的冲突 特别是对北方的武装冲突 而随着南北双方 和解进程的不断加快 相应的这种近距离的 海上防御的威胁 可能会极大的收缩 下一步不排除韩国 会将很多的战略资源 投入到远洋海军建设当中去 未来韩国海军 能够成为东亚地区 不容小事的一支海上力量 据日韩两国的军事实力比较 可以发现现在的日本军事 实力是比不上韩国的 不管是陆军实力 还是空军实力 或者是海军实力 海军曾经是日本的强项 但是现在日本的海军 却和当年有很大的区别 二战时期的日本海军主攻击 实力强劲 但是现在的日本自卫 对军舰主防御 攻击力不强 日本目前的现役军舰 不仅都未比韩国大 而且军舰的数量也高于韩国 可以说在这点上 日本的海军实力要强于韩国 但是由于日本的军舰 都更注重防空 反潜等防御功能 对韩国海军的威胁并不大 因此在攻击能力方面 韩国海军依然比日本强一些 陆军在二战的时候 是日本手中最厉害的一顶利剑 日本的陆军作战部队 带给被侵略国家严重的伤害 但是现在日本的陆上 自卫队实力却是不如韩国 日本的现役坦克数量不到700辆 而韩国的现役坦克数量 3000多辆 远超日本 更何况韩国的 还拥有6个机械化师团 在这一点上 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实力 远不如韩国 而空军部队就更令人感慨了 日本的空中自卫队的实力 其实还不错 而且战机数量和韩国差不多 并且战机质量也要好于韩国 但是在核心战机方面 比如F15 日本的F15由于长期应对中俄 机体寿命严重老化 但却迟迟得不到更新 而韩军则要好得多 而且两国都拥有F35战机 因此实力不存在代差 可以说日本也不占优势 在韩国与日本军事实力的对比中 经过逐条的分析事实证明 日本根本不是韩国的对手 现在的日本早已不是 二战时期强横的日本了 这个八十年代的时候 韩国有过这个想法 他想建造两艘航母 两艘航母想到西太平洋去 那个时候的话 就是这个计划的话 也开始实施了 也开始舰艇 航母也开始设计了 最后碰到金融危机了 碰到金融危机之后 那么韩国就没钱了 没钱以后这个计划 就缩小缩小缩小成独导号 两栖攻击舰了 现在的话 就是韩国又开始动这个念头 一个是韩国的经济形势在转号 还有一个就看到中国 搞个六万多吨两个星舰 再加上日本现在又折腾 出云号 两万五千多吨 印度又在折腾 所以韩国说 韩国现在是造船方面 前十名的造船厂 韩国占了六架 所以说韩国就感觉 你说凭什么你们都有航母 我没有变化了 他就是说 现在因为整个的东亚 包括印度这块 它都先进行航母热门 如果哪一天 我们先到越南航母 我们也不会感觉到很惊奇 你现在是 这个国家都总是这事 所以现在你韩国的话 他感觉我有造船能力 我也是属于世界的海军强国 他现在的驱逐舰 周斯顿驱逐舰的水平 世界一流的 又有造船能力 那么驱逐舰的这种 护航兵力又很强 虽然现在没有什么需求 但是他也在想 我有作为没有好 有了之后就成了远洋海军了 所以现在他还是 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韩国在远洋舰队的建设上 不惜血本 韩国海军实力的增长 能否撬动日本的海上优势呢 魏老师 我认为在局部的这样的一些区域 韩国确实可以构成优势 因为韩国的外交环境 应该比日本好很多 大家都知道 日本虽然有日美军事同盟的 这样的一个保护 但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岛屿争端 是一直没有解决 那么在俄罗斯眼中 日本是一直帮着美国 针对俄罗斯进行这种海空方面的 这样的一个封锁和围堵 那么以后呢 日舰强大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会针对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会施加更多的压力 韩国方面呢 它的国际环境 我认为会逐步改善 首先半岛的局势在逐步的缓和 那么以后的韩国海军 会拿出更多的精力 拿出更多的兵力 会在日韩的这个争议的 岛礁的周边海域展示存在 或者说强化这种海上力量的使用 那么如果说能够在独岛 或者说日本方面所称的主岛周边 部署一个准航母编队 我相信无论是日本海上自卫队 还是日本海上保安厅 它都不敢轻举妄动 都不敢对相关的岛屿 包括周边的海域 采取这种冒进性的军事动作 4后千万难以宫 5后千万难以宫 4后千万 国人的整法 特有关系的 法国是海上人的 特独岛的